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了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老中新闻的电视节目 我是主持人Angela Angela在此和大家问声好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最近湾区的新闻和生活资讯吧 彩票官员在上周六称 万圣节抽奖的一张 Mega Millions中奖彩票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来领取奖金 这张中奖彩票是中奖者花了一元钱 在Alemenda位于109号的Millen Market所公开的 另外一张中奖彩票是在洛杉矶的一张酒行所出售的 这两张彩票的中奖号码分别为 67、11、58、36和29 但均位中Mega号码的15号 那么彩票官员说 这两张彩票的中奖金额已经超过了60万美金了 所以如果看到我们这一则新闻的朋友 不妨将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朋友 中奖者仍然是有机会去领取奖金的 只要自抽奖日起的180天内 去加州的9个彩票办公室的任何一家领取奖金就可以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获得投奖 所以投奖的金额已经超过了3.21亿的美元了 而且美国的中奖制度是这样子的 除了支付中奖者的奖金和零售商的酬劳之外 然后每一元钱里面就有95美分 是送给公立学校的 以此来返还给社会的 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赶快去试一下自己的运气呢 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还有3.21亿的美金等待着您呢 下面带到给大家一条湾区的生活小资讯了 中半岛的年度丰收节就要开始了 中半岛的年度丰收节是西海岸最大型的户外艺术节清之一 每一年都吸引到很多的民众来到现场选购各式各样精美的艺术品 其中包括原创艺术品 珠宝首饰 服饰 玩具 美食和家具用品等等 今年呢预计会超过有24000件以上的艺术精品 除了购物之外 大家还可以欣赏到现场的音乐会 小朋友呢还可以参加儿童游乐天地 所以这个活动非常适合中半岛附近的居民 大家可以协同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与 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时间是11月14日到11月16日 这三个全天 地点是Smartial Event Center 那票价非常的优惠 成人9元 儿童只要4块钱 那么详细的咨询 大家可以登陆老中新闻网去查询一下 好了 今天的新闻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